欢迎收听12月3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芷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南韩总统尹石月突然宣布全国戒严 说要消灭亲北韩共产势力 但在国会否决之后就将戒严令解除 香港财赤严重 有议员提出公务员动身 公务员团体就回应 议员应该新鲜事出 到访台湾的大陆交流团在台大遇到示威 当地香港学生形容是中共来搞统战 详细新闻内容 南韩政局一夜之间峰回路转 总统尹石月在星期二深夜突然宣布全国戒严 声称要消灭亲北韩势力 由指反对党挟持国会运作 令到国家陷入危机 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迅速否决戒严令 号召民众包围国会和总统府清瓦台 最终尹石月在近六个小时后 宣布将戒严令解除 并撤走戒严部队 南韩这场政治危机除了冲击内部政局 更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反对党一直向北韩和中国示好 并批评尹石月的亲美和亲日外交政策 更公开呼吁南韩政府 不要介入台海和俄乌争端 下说报道 在毫无预警之下 南韩总统云石月 星期二当地时间夜晚 在总统府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南韩国防部随即指示全军实施戒严 指示大批部队重重包围国会大楼内外 现场出动多架坦克 装甲车和直升机 官方说在戒严令之下 国会即时关闭停运 并且禁止议员出入 禁止国会 地方议会和政党进行活动 禁止集会示威 也都要求所有医护 即时重返崗位 并且限制全国 所有传媒和出版社 为令者立即递告 南韩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 透过网上直播号召民众到场 包围国会和政党官邸 并且同多位反对党国会议员 进入国会大楼 进行紧急会议否决戒严令 他指责尹石月 颁布戒严是违宪 并且仰言罢免弹劾尹石月 数以千计支持者 并且响应上街示威 并且要求解除戒严令 肯对派和军方在国会大楼出入口对峙 并且一度发生冲突 事件扰扬两个半钟之后 国会全体会议通过解除戒严决议 但是国防部和军方说 戒严令继续生效 直至总统尹石月 亲自宣布解除戒严 就这次紧急戒严 尹石月强调是必无选择 指出政府由成立以来 已经遭到提出22项 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案 说这是全球前所未见的情况 又批评反对派受到北韩 俄罗斯和中国等势力滲透 正在颠覆南韩政府 事实上今年4月 以李在明为首的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 在国会大选 以大比数击败 尹石月所属的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 呈现潮小夜大的局面 尹石月政府沦为低脚鸭 资政频频受阻 更值得留意的是 李在明率领的反对派 亲中亲北 反日反美的立场先鸣 例如在今年初大选活动之中 马列批评尹石月对华外交政策 批评对方为什么要招惹中国 又质疑台湾问题和南韩无关 而在俄乌问题上 他认为是乌克兰自焦之祸 反对尹石月政府出资援助乌克兰 他也在曾经参加总统选举时表明 如果当选会坚守这些立场 而尹石月在总统大选胜选之后 积极加强和美国的合作 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 他在上任初期 随着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峰会 明确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 并且参加北约峰会 显示出南韩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角色 外界正关注两大党的对决 都被视为亲中和亲美的对应 若然近年被视为下届总统人选的李在明 借助阻碍尹石月政府的运作 随得执政权 将会冲击国内政局 甚至是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 美国白宫发言人回应说 尹石月在颁布戒严令之前 并没有知会美国 白宫正密切关注南韩的事态发展 也都正在和南韩政府保持联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下说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将这个财政年度的赤字估算 调高到1000亿港元 明报报道 有行会成员和立法会议员提出 公务员来年冻结薪酬 以及精简政府人手 有公务员团体就提醒议员 先想想自己一个月收多少钱人工 应该新鲜事出带头冻身 分析说即使公务员真的冻身 相信都不会削减国安和警队的开支 陆南财报道 政府会从折留和开源着手 折留包括减少政府的开支 开源方面政府会谨慎的 行政长官李家超重申 政府会开源折留 但具体措施欠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声称会 维持公务员编制凌真掌 连精简架构都没有提及 更何况是冻身甚至减身 明报引述不具名的立法会议员 和行会成员表示 政府要精简人手 同时冻结来年公务员的薪酬 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幹事梁筹庭认为 政府应尊重既有的薪酬机制 参照薪酬趋势调查作调整 2023至24年度 公务员薪酬的总开支是1562亿元 占政府开支25.98% 如果加薪幅度是3% 动身可为库房子散46.86亿元 以往政府也试过向公务员开刀 在2002至03年度 政府面对财政赤字 通过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 两年的减身 平均幅度是4.42%和3% 到2008至09年 面对金融开笑 政府再次陷入财赤 同样透过立法 冻结低层和中层的公务员薪酬 月薪达48,700元以上的高层 减薪5.300% 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 公务员减薪、冻薪、削减偏制 不是政府折留的受损 一个政权 它是很依赖一帮公务员团队的 所谓的忠诚 作为是它的一种生存 这个政府它的目的 就是维持所谓的中共党国 对于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我相信它最后会去 处理那些所谓的医疗 教育 醒悟的开始 桑普不完全排除 向公务员开刀的可能 但预计政府绝对不会削减 国安和警队的开支 警队开支占政府预算4% 2023至2024年度增加至268亿元 而政府在2020和2023年 分别部款80亿和50亿元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款项 香港公共财政的另一个计时炸弹 是以发债掩饰赤赤字 去到2028、29年 就会达到还债高于发债的情况 政府强调发债是为了支付基建开支 未来会带来收入 但桑普对此并不乐观 港府为港珠澳大桥相关工程 合共支付超过1200亿港元 但通行费由大陆的大桥管理局收取 香港政府并没有直接获得相关收入 也没有公开收入的数据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财报道 香港海洋公园去年入场人数和收入 都创五年的新高 但仍然录得超过7100万元的亏损 当中也都已经计算了 政府提供的2亿8千万宝座 重灾区系近年新开的水上乐园 是超过2亿 分析指海洋公园虽然未有即时倒闭危机 但几年后要开始向政府还钱的时候 财政压力会更大 前景令人忧虑 梁炳康报道 海洋公园在1977年开业至今 40多年来一直是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但近年居履陷财困危机 引发社会对它是否应该倒闭的讨论 公园在上星期社工报业绩 去年6月30日至今年6月30日 录得7,160万元亏损 而乐园的实际亏损数字 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 首先为海洋公园核数的安域会计施事务所 在财务报表中多处表明无法表示意见 代表安永未能确认有关报表公运 包括将部分减值撥回列入罪面收入 有关部分涉款超过2.7亿 另一方面 财务报表中一项收入也未有详细交代 就是港府以保育及教育保座计划名义 向海洋公园提供2.8亿保座 换而言之 如果不是政府提供补贴 去年海洋公园录得的亏损 应该远多于7,160万 三年前新开的水上乐园 是亏损重灾区 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星期二讨论海洋公园发展的时候 就发生立法会完善之后 罕见的辩论场面 当海洋公园主席旁建宜尝试解释 水上乐园10月停运半年期间的安排时 再被田北辰打断 你生了冬天之后亏损多少 你不可以透露亏损多少 今天你来立法会 我问你亏损多少水上乐园 你这样也说不出 是不是是亏损2亿多 没有再到田北辰 和杨阳龙针锋相对 刚才庞主席说得很清楚 如果继续背起水上乐园 没有了政府资助 很难生存下去 到最后 远区破产 54亿贷款 政府都要撇仗 那不如政府康文树正式接管了水上乐园 那可以减少园区的借贷 你们可否考虑这件事呢 主席第一件事 刚才田议员说的是自己个人意见 我听不到庞主席说他会执闭 他会做不住 我愿意回答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说到 好像现在人家说要倒闭 在经评论员李世文 分析海洋公园的业势之后 认为海洋公园 得出的亏损数字 未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情况 其实这个就很明显是一个会计上的手法 做到好像有钱赚 但是其实你看他经营收入和经营支出 就很明显他仍然是经营支出成本太高 他认为即使好像田北辰所提议 由政府接本水上乐园 虽然能够止血 但会变成由纳税人为海洋公园买单 而虽然海洋公园现时报清 仍然持有超过16亿现金 没有即时倒闭的风险 但财政前景仍然值得忧虑 海洋公园和港府 现时都希望红猫经济能挽回劣势 但这些闻引述网民嘲讽 和某经济有用 成都一早发过猪头 认为港府现时都泥暴杀过江 如果港府再违救海洋公园 而不断泵水 也有为当初要海洋公园独立运作 自负盈亏的原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中国奥运金牌选手马龙和阳线 应马英九基金会邀请 随中国学生交流团访问台湾 交流团到访台大使 遇上台大学生举起支持民主人权 平反六四等的标语示威 有参与的香港学生认为 交流团是要来统战 但也有学生说 单纯交流体育不应该涉及政治 程浩南李荣天报道 在活动场地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大楼地下 一早已经有约70人等候 当车队早上10点抵达时 马龙走在前面 现场即时一片起哄 首先迎接他的是代表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 欢呼声过后 另一边有二十几个学生 高举示威标语和叫口号 马龙保持着微笑 继续挥手 其他中国学生 有人微笑 有人挥手 亦有人目无表情继续行 台大的学生关心很多议题 例如说香港的民主 新疆的政权 例如说性别平等 又是天安门 以及台湾的主权 这些是我们想跟中国同学分享 希望这个是他们参访台湾 台湾可以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课 那些学生亦准备了 关于中国和香港民主化的书籍 希望送给参访的中国学生 带回去做手讯 但团员没有收到 而在抗议性中 亦有香港学生的影子 齐同学认为 这种形式的参访 其实是统战手段 帮示威学生一早就到场 准备了不同的纸牌 台大方面并没有阻止抗议活动 这派职员在场维持秩序 而马龙的球迷 亦早早到场等候 有台大生 其他大学学生 甚至来自中国的旅客 他们认为体育应该归体育 马龙打球很厉害 所以就没有管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就单纯觉得他很厉害 所以来这里看 他们也不是政府 也不是中国共和党派的官员 所以就单纯交流的话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 安排今次交流团的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玉神说 不知道台大生的诉求是什么 但认为大家都可以 发表自己意见 对于参访团中的复旦大学女生 日前将中华队 讲成中国台北队 他认为也是表达的自由 复旦大学的女同学 她讲了在她那边习惯的话 两岸的用语就不一样 她也没有恶意 而且重点是她是在祝福跟称赞我们 我们台湾队达到世界冠军 参访团日前到棒球场参观时 复旦女生宋思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 代表访问团向中国台北队 获得棒球世界冠军表示祝贺 又说希望台湾和大陆同胞 可以一起为祖国 在棒球领域一起努力 这番话引起台湾岛内强烈反弹 连六委会都开声说 对不妥言论深感遗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程浩南 李永天报道 一个由日本和中国团体 共同进行的调查显示 超过8成7中国受访者 说对日本印象不好 较去年大幅增加近25个百分点 评论指 中共多年来的仇日教育深殖民心 现在虽然因为地缘政治想和日本修好 但舆论民情难以马上扭转 日本非牟利团体言论NPO 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星期一再度发布日中联合民调结果 虽然两国民众 在多个全球化议题上的看法接近 但今年调查中 特别引人注目的一项 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 比去年整体恶化 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的 中国受访者比例高达87.7% 是调查自2005年开始以来的第二高 而回答对中国印象不好的 日本受访者比例 也达到8成9 但就比上次调查 下跌了3.2个百分点 日中受访者对两国关系的看法 也都出现差异 6成7日本受访者认为 两国关系很重要 比例略有增加 持同一观点的中国受访者 就只有2成6 大幅下跌近34个百分点 创历史新低 之前相信日中关系重要性的 华人受访者比例从未低过6成 认为目前日中关系很差 或比较差的中国人 就较去年增加34个百分点 去到7成 主要日本的中国知名博客 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指出 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政权 过去几年间 一直将日本视为假想敌 直以转移国内矛盾 这个也是中国人仇日的主因 五岳散人也表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 中国希望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以应对特朗普上台后的印太战略等 所以中国目前希望 和日本修好关系 中国现在要尽量地拉拢日本 反日掉门倒已经降下来了 可是它这么多年的宣传 也不可能马上掉头 所以像这种反日的风潮 还要继续走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现代这种社交媒体 流量的这种绑架之下 你已经养股养成了一片了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 这次调查中 见到很多中国人 是从社交媒体 接收对日本的负面信息 这个是中国当局一贯的做法 官方不方便出面的时候 就会鼓动民间造谣 和抹黑日本 潘家伟又指出 高比例的日本人 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原因 与中国仇日并不相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秘劳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 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面 两国重新要全面推进 互为战略关系的共识 但今次民调突显出 两国民众 已经丧失彼此互信和良好印象 接着由江永报导 最新公布的2025年世界最佳城市报告显示 伦敦连连连连续十年禅联冠军 纽约 巴黎 东京和新加坡位居前五 但香港排名大跌 由第46名降至第97名 远落后于首尔 曼谷 北京等亚洲城市 报告根据移居度 魅力与繁荣度评选 指出北京削弱香港自由 影响其国际吸引力 尽管如此 港人热情与自豪感 仍然令到香港在魅力范畴排名第40位 至于伦敦 报告称 他的人性和全球级引力 成功应对后脱勾挑战 稳助绑守位置 黎智英案在高等法院逐审 黎智英公称2020年 和刘祖迪会面前未听过资爆 只是知道中国经济内爆概念 但法官质疑黎智英在2019年 已经向美国报章投稿 提及相关内容 黎智英就重申 只是未听过资爆 但有听过中国经济内爆 所以在文章提及 黎智英也承认 曾呼吁美国 冻结贪腐中国官员的海外资产 以阻止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并称此为香港唯一救赎 此外 他确认拍板《苹果日报》发起的 一人一信救香港活动 称目的是阻止损害香港的国安法推行 又强调作为老板 理应承担所有责任 香港社工陈鸿秀 被控参与暴动案继续重审 控方证人警司称 现场示威者向警方发射雷势光 扔汽油弹等 只获指示 获释警察总部对外的火球 辩方则强调 消防已经在警方行动前撲灭火焰 并质疑控方证词 推翻双方承认的事实 另外辩方表示 不争以暴动事实 但强调与被告无关 当晚警方出动水炮车 装甲车驱散示威者 并逮捕多名参与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12月20日访奥 出席澳门回归25周年活动 并试册横琴合作区 在习近平访奥前夕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 赞扬澳澳门在回归后的成功发展 强调他力赢政府 坚守一国原则 及维护中央权威 文章又提到 澳门截至2024年9月 财政储备达6,170亿澳币 根据港府早前公布 香港录得1,839亿元赤字 财政储备仅剩5,507亿港元 此外 原任澳门终審法院院长岑浩辉 早前当选澳门第六届行政长官 并被形容为惊人治澳 有观点认为 香港可能也会走向相似模式 从12月1日起 俄罗斯对中国进口的家具配件 正收高达55.65%的关税 依据新货品分类 带有原形或旋转部件的家具 税率从零大幅上升 此举引发中国网民批评 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后 承受西方制裁压力 认为持同俄罗斯的贸易 却遭遇此回报 指俄罗斯背后统刀 被特朗普中狼 中国每年向俄罗斯出口 约13亿美元的家具配件 主要通过海深威进口 这次涨税 可能导致俄罗斯进口商破产 并使俄罗斯加具价格 相张至少15%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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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